真的让人们感觉很麻烦和繁琐 已经实行了垃圾分类多年的国家来说 首先 韩国 哦 这段我有听过啊 韩国人在家里一些分类的东西做得很主意 所以大概是什么分类呢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 韩国垃圾分类回收的一个情况 家里的牛奶和饮料瓶 在扔之前 它都会仔细用水冲干净 装食物垃圾的垃圾带 去居民自行购买 这在一定程度上 中国人都在生活中 在中国的侧客员 在中国就在净天来的地方 中国人都在做了些什么 怎样便乱了事件的 想法上人都知道了 这样做了什么 生活上人不正常与关系 不得慎了凉快的 在净货中的地方 中国人在想法院的 如何感受到这样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한국 현지에 기자나 리포트를 보내서 생생한 현장을 담아보낸 것이 특징입니다. 일본已经成为世界上 人均生产垃圾最少的国家 日本将垃圾分类做到了极致 种类一般在七八种到二十余种不等 韩国 食物垃圾按量收费 韩国很重视食物垃圾 部分地区的食物垃圾实行按量收费 要先交钱才能扔 此外 装食物垃圾的垃圾袋 需居民自行购买 这在一定程度上 或使居民减少食物垃圾的产生 瑞典在垃圾容器上做文章 瑞典政府很聪明 为了防止一些人偷懒 不做垃圾分类 他们重新设计了垃圾容器 譬如将扔瓶罐的容器口 设计成小孔状的 将扔纸板箱的容器口 设计成信封状等等 美国 特殊垃圾 需预约上门回收 在美国 如旧家具 电子产品等特殊垃圾 不能随便扔 需预约专门的机构上门回收 此外 美国旧金山2009年 通过了一项 垃圾强制分类法 对于那些违法规定的居民 或企业罚款 最高可达1000美元 在网络上流行一个笑话 上海市民每天都要经受来自小区阿姨的灵魂拷问 那就是今天你是什么垃圾 上海迈入了垃圾分类强制时代 46个重点城市也在加快垃圾分类的各项环节建设 关于垃圾分类的各种端子都反映出 垃圾分类真的让人们感觉很麻烦很繁琐 那么对于那些已经实行了垃圾分类多年的国家来说 那里的人们对于垃圾分类又是怎么看的呢 他们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从今天开始 央视驻多国记者将实力探访各地的垃圾分类做法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德语师 首先把视线转向韩国 这里是位于首尔市一处居民小区地下停车场的垃圾回收站 韩国家庭所产生的垃圾都要分能别类的 在每个小区的这样的回收站来进行一个回收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垃圾分类回收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是回收塑料制品 这里是空的玻璃瓶 这里是空的塑胶瓶 另外这个方向是一些金属和一拉罐的回收的地点 地上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废纸的回收的场所 另外远处还有一些废线的纸箱 另外家里如果要是有一些大型的家电或者家具 想要扔出来该如何来处理呢 我们看到在韩国像这种家里面的家具 还有大型的家电等等是需要向物业部门经过专门的申报 才能够扔出来的 另外我们在这个方向还可以看到这几个绿色的箱子 是专门回收废旧衣物的地方 另外在这里还有一些废弃的日光灯管 还有电池等等这样的分门别类的回收地点 另外其余的不能够回收的一般性的垃圾 还有厨房所产生的食物垃圾 也要分门别类的购买 像我手中这样的专用的垃圾袋 打包好之后才能够扔出来 塑料瓶 玻璃 金属 一拉罐 废旧纸张 纺织品 家具等等 家庭生活中所有可以回收再利用的垃圾 韩国的居民小区都会分门别类 这里专门回收点 大件垃圾要单独付费 不可回收的一般性垃圾和食物垃圾 还要购买印有所在城区名字的专用垃圾袋 装好才可以扔到回收站 一句话来总结 在韩国扔的垃圾越多 需要付出的费用越高 扔垃圾需要付费 一定程度上提醒人们 要尽量少产生垃圾 80后的首尔市民崔女士 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家里的牛奶盒 饮料瓶 装洗衣液的桶 类似这样装过液体的容器 在扔之前 她都会仔细用水冲干净 并且撕下瓶子上的塑料标签 分类扔到小区的垃圾回收站 像这样 推动垃圾回收并改善环境 分类洗衣液是很难的 但是 终于很熟悉的地方 就会比较舒服 环境外面的地方 必须必须要做分类洗衣液 必须要做分类洗衣液 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 多一点有关韩国人的话 不好意思啊 他们认识我做些什么 我们通常买东西的时候 为了滑保 不会太用塑料袋子 然后在家里也是食物啦 或者是一些工业的这些用品 我们都要分类处理的 哦 这一段我有听过 就是呢 韩国人呢 在家里这些分类的东西做得很紧细 所以大概是怎么分类的 有一些食物的 这些用过的东西需要分类的 而且呢 不是每天扔 只有食物垃圾 你可以每天另外拿出来扔 哇 听起来好像很富宅 如果有机会去看一看的话 应该会懂得比较仔细吧 所以没有机会去到这区啊 还是可能你互相 看一看了解一下 大家是希望能够多一点了解啦 就是广告义思方面 对啊 好吧 我们要平台去看一看 等到有机会到很多人 都不去看一看 好 可以吗 可以 好 这就是我的家 哇 很漂亮耶 我刚好要收拾的食物 我们要食物呢 食物垃圾 要投放到食物垃圾里面 把一些香蕉皮啊 果皮啊 能进去 所以你的饭菜也关进去 是的 因为食物的皮还能消控兵肥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话 比如说有一些塑料纸袋的话 我们放在这边 要在这边炒饭一个星期之后呢 要丢着 那房间一星期就才能丢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一些 主要比这些嘛 那其他的好像食类的怎么办 哦 这些要另外处理 我带你去看 我们这边就十分累 处理垃圾的地方 纸张啊 报纸啊 是要另外给对方一个星期 然后呢 不能拿去再循环的垃圾呢 需要买袋子 食物的骨头啦 要放在里面 我们是需要花钱买 但是呢 我投放的垃圾少 可以用小的袋子 价格也便宜一些 然后投放多的话 要买大的袋子 所以也就是 如果你是找多少垃圾的话 你就要能够多少的这个垃圾 今天刚好是我们投放垃圾的日子 我带你去吧 好 这些就是我们用过一个 进去的垃圾分类 我投放的地方 那边是纸箱 我们用过的东西要分类了 这边是挂类 纸类 那个食品是那边 哦 就全在这里 垃圾的话 能这边 哦 这些是塑料瓶 所以我刚才喝了 不要的也可以留在这里啦 不行耶 不行 不行的 里面的东西还有啊 你说里面还有 不要的话就不能丢了 是 是 热热烹的 嗯 这样就这样把它也倒掉 然后空瓶才能丢 是的 在韩国 一食物垃圾定时 每星期回收一次 居民把垃圾分了别类 可以个别投放 再由不同的回收公司临走 这样一来 就可测进 额园截别 提高废弃物品的 再循环使用率 既然减少垃圾的分烧量 很麻烦吗 哼 只要有共同的认知 这一点也不难 食物垃圾有不同的 处理和循环方式 因此有专属的垃圾草回收 而很危险性的垃圾 以后 更生分开处理 베이징市 설명 설명에 따르면 쓰레기 분리수거를 시작한 이후 음식 쓰레기 배출량은 하루 309톤에서 3946톤으로 10배 이상 증가했다고 합니다 대신 일반 쓰레기는 3분의 1 정도 줄었다고 합니다 그간 일반 쓰레기 속에 얼마나 많은 음식물 쓰레기가 함께 버려졌었는지를 짐작해 하는 대목입니다 중국의 도시에는 아직 쓰레기통을 뒤져가며 알아서 쓸만한 것들을 가져가는 사람들이 꽤 많기 때문에 분리수거가 필요 없다는 우스갯소리까지 있긴 하지만 어쨌든 엄청난 인구가 버리는 생활 쓰레기와 그 처리는 주변국들에게까지 영향을 미치는 환경적으로 중요한 이슈라고 할 수 있겠습니다 귀찮아도 해야하는 일이니 우리도 더 열심히 해야겠고 무엇보다 우리를 보고 배우고자 하는 뒤늦은 저 중국도 하루빨리 생활습관이 자리잡아 환경오염을 줄여 나가기를 기대해보겠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